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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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们又来继续学习 就是上一课课程的 如果来一位同学 还没有看对上的课程 那么有反悔去看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 我们的电子发票 OK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如何定义电子发票 OK 定义如何定义电子发票 OK 这里有一段话 这个东西是在2024年的budget出了 在National Tax Conference那边有提到的 而且这个东西他们会带上国会辩论 如果通过 他们就会修改那个法令 就是这个 OK 这以下这个section 那么这个就是一条law 你们就必须要跟住 来 我先慢慢解释给大家看 首先大家读invoice or any document 来这边大家会很confused 明明是讲Eretronic 就是e invoice invoice 为何还有any document 这个就是很重点 要跟大家讲的今天的课题 因为它里面有包含debit note credit note refund note 我相信之前这两个大家 比较不陌生 因为一般是有听过debit note的用处 credit note的用处 ok 那么refund note 好像没有听过的 在我电脑开单没有这个东西了 没错 在这个e invoice 它就多了一个叫做refund note 它的用处就是 如果你要退回现金给顾客 你就必须开启这个refund note 所以在e invoice整个系统里面 总共是有四个单 那个发票你是要开的 就是e invoice 或者是debit note 或者是credit note 或者是refund note 这四样东西 我们是要summit 就是给那个income tax 给那个validate ok Approved by DGIR 看到吗 director general of in-run remainder 就是那个income tax ok 所以说这四个是要approve by DGIR issue by谁 any person 谁开的这些单 任何人 在马来西亚 任何人 就是简单讲 每一个做生意 就会有关系到 ok 关系到什么东西呢 in relation to goods sold and services all services performed 就是有提供关系买卖 或是提供服务的 ok 提供服务的 which has been validated by DGIR 就是给income tax验证了 它怎么样验证 就是透过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Process 就是我们透过那个 一个platform 待会我会讲解 发送给income tax 然后它就会validate 就是验证了 你这些单是合法 还是对还是不对 就是把它合法发了 明白吗 ok so这就是为何要实行电子发票 这就是他们的定义 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 如何定义电子发票课程 就讲到到此为止 那么我们下一个课程 我们再继续 好不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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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